好莱坞魅力巨星布拉德·皮特最近成了整形热议的焦点 英伦网红兼医美行业博士 凭借其在英国知名医院的职业背景 发表了关于皮特疑似隐秘整形的分析文章 引发了广泛讨论 这位专家指出 皮特在2020年时 脸上的皱纹明显 特别是眼角和额头的线条 彰显出岁月的痕迹 然而 到了2023年 他在一场网球比赛中的外貌却大为不同 脸上的皱纹明显减少 显得皮肤更加光滑紧致 仿佛逆转了时光 他还注意到了 皮特耳朵附近的皮肤异常突出 他解释说 这是因为 常规的面部手术 通常会从耳朵下方切开进行 这可能是手术后一正的微尿迹象 有趣的是 这位网红提出 皮特可能耗资10万英镑 约和91万人民币 进行了这一面部改造 尽管遭遇了整形传闻 但他认为 皮特的整形结果堪称成功 因为他的外观 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 2022年7月 皮特身着白衬衫 在法国拍摄广告 风度翩翩的模样 使得网友纷纷惊叹 他的状态简直逆天 有人甚至表示 如果说他只有40来岁 也会有人信以为真 在岁月的流转中 布拉德 皮特似乎找到了保持青春的秘诀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证明了 他那不凡的魅力和年轻活力 当他戴上墨镜 一身白色装束现身时 谁能想到 他已是一位60岁的男士呢 让我们以小李子为例 他的近况 在过去一两年的照片中 显得并不如人意 显然 小李子并不特别注重体型管理 他似乎更喜欢随性地 肆意享受海滩时光 即使肚子圆润 去年5月 小李子在嘎那电影节亮相时 人们不难发现 他的脸上已经爬满了皱纹 特别是眼角周围 脸部也显得有些膨胀 对欧美人来说 随着年龄增长 皮肤老化是很常见的现象 像小李子这样的状态并不罕见 回想起几年前 两人共同出现在红毯上的场景 大他11岁的皮特 在外观状态上 丝毫不逊色于年轻的小李子 如此对比之下 皮特的保养实在让人称奇 他似乎比年轻的同龄人 还要显得更为年轻 一些网友甚至惊叹于 这位60岁高龄的明星的状态 好奇是否借助了修徒 或是某种高科技手段 皮特作为男性魅力的典范 他的保养秘诀确实引人瞩目 去年 他推出了自己的护肤品牌Ludome 在推广品牌的同时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被问及保养秘诀 他坦言自己并没有太多特别的护理程序 认为那些复杂的步骤很繁琐 这番采访也招来了不少批评 有人嘲讽他这种回答不如不说 质疑他卖护肤品的真实意图 面对外界的疑问 皮特并未透露太多 关于他逆转衰老的秘诀 而网上的爆料和分析 大家也只能当作一种娱乐消遣 不能仅凭这些说辞 就断定他有过整形手术 至于他能否因为新的恋情 而显得更加焕发 也许有待观察 去年底 皮特公开与一位比他小27岁的 珠宝设计师恋情 这位32岁的女士不仅年轻 还对指有着与他前妻安吉丽娜 朱莉相似的地方 无论如何 皮特始终是从年轻到年迈 都保持着帅气的男士 岁月流转 他依旧是个魅力四射的老牌帅哥 库拉德 皮特 这位1963年12月18日 出生于俄克拉和马州 肖尼的美国演员 制片人兼人道主义者 起初在模特界挥洒汗水 终成为好莱坞的璀璨明星 在纳巴斯克州立大学 他专攻广告设计学科 却在校园里出世身手成为模特 1987年 他迁居洛杉矶 正式踏上模特生涯之旅 模特的工作 为他日后转型至演艺圈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久后 皮特发现自己对表演的热情 演唱总秀 最开始出现在各种小规模制作中 为他日后的荧幕之路做准备 进入1990年代 布拉德·皮特 在一系列独立小成本影片中 展露头角 然而 直到1994年的史诗级战争片 勇敢的心中 他才真正获得了公众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电影中 他扮演的勇猛且情感丰富的角色 为他赢得了观众的心 并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接下来的1995年 科幻惊悚片 千军一发 将他推上了好莱坞闯的宝座 该作品不仅展现了 他身为动作明星的前置 更巩固了 他作为一名有深度演员的声誉 随后 皮特不断挑战自我 涉足多样的角色 1999年 他在大卫 奔奇的黑色喜剧 激战中饰演了一个脚狭的年轻人 不仅实现了个人演艺生涯的又一次突破 更展示出他在喜剧领域的才华 同年 他在洛杉矶故事中 诠释了一名职业杀手的形象 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内心戏 让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深度 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更多赞赏 进入2000年代 布拉德 皮特与众多知名导演合作 其演艺事业登上新高 在大卫 芬奇的本杰明 《巴顿骑士》中 他成功塑造了一个神秘老人的形象 借助特效化妆和视觉技术 再次证明了他在角色扮演上的非凡能力 2013年 他在《疯狂麦克斯》 《狂暴之路》中演艺了一个反派角色 这部动作冒险大片中 他的表现增添了电影的吸引力 同时也展现了 他在动作领域的独特魅力 通过与导演乔治·米勒的合作 皮特的演艺让人难以忘怀 布拉德 皮特的事业之旅 是一段关于毅力 探索与创新的故事 他最初作为一个演艺圈新人 从模特起步 逐渐成长为一个身受敬重的好莱坞巨星 他通过出演多种多样的电影类型和风格 展现了自己的广泛才华和杰出的表演技巧 皮特的职业轨迹 从饰演小配角到成为电影主演 从轻松喜剧到紧张动作片 无一步证明了 他在各种不同角色中的精彩演绎 这也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观众喜爱 和行业内的高度评价 布拉德 皮特的职业生涯依旧在持续进展中 他未来的表现和作品仍旧是人们瞩目的焦点 作为一位艺术家 布拉德 皮特因其卓越的演技和角色的多元化而受到赞赏 他不仅在不同风格的电影中展现了自己的演技 还能够在多重角色中展示自己的多方面才华 本篇文章将深入剖析 皮特在几部标志性电影中所塑造的多重角色 以展现他作为一个充满才华的演员的独特魅力 1995年的洛杉矶故事 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片 由昆廷 塔伦蒂诺导演 布拉德 皮特在片中饰演弗洛伊德 一个懒散却富有幽默感的小混混 尽管外表上看似不修蝙蝠 但在关键时刻 他却展现出出乎意料的聪明才智 皮特精妙的表演 让这个表面简单的角色变得饱含深意 同时也为电影带来了诸多欢笑 2008年的《本杰明·巴顿骑士》中 皮特挑战了一位老年人的角色 通过特殊化妆和视觉特效的运用 他将自己变成了一位老者 演绎了主角本杰明逆生长的不可思议经历 皮特的表演 不仅体现了他深厚的角色塑造能力 还彰显了他对表演艺术和视觉效果的精通 他凭借精确的肢体语言和表情 成功地将这个虚构的角色刻画得栩栩如生 为整部电影增添了鲜明的色彩 在2015年的《疯狂麦特斯》《狂暴之路》中 布拉德·皮特则转型成为了一位恶棍 名叫沃里奇 在这个角色里 皮特不仅展现了他作为动作明星的潜力 也表现出了他对角色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解 布拉德·皮特的角色多重身份 不仅表现在他饰演的角色类型上 还体现在角色内心的多样性 他能够在不同角色中展现出不同的情感 态度和思考方式 从而为每个角色赋予了独特的个性 无论是喜剧 动作还是戏剧 他都能够以自己独特的演技 将角色塑造得鲜活生动 布拉德·皮特作为一名演员 在多重身份的表演中展现了出色的才华 他不仅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电影中脱颖而出 还能够通过精湛的角色扮演 将每个角色都赋予了深层次的内涵 他的多样性和多重身份的表演 使他成为了好莱坞乃至全球影坛的一颗璀璨明星 布拉德·皮特不仅在电影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力 他的人道主义事业 环保倡导以及对于多元文化的支持 使他成为一个兼具影星光环和社会使命的代表 作为一个备受全球欢迎的演员 布拉德·皮特也在多元文化支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鼓励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关注种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 他的支持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推动人们更加开放地看待不同文化和背景 布拉德·皮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他的影响力超越了电影界 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参与 成为了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布拉德·皮特作为一位演员 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好莱坞的范畴 他的人道主义事业 环保倡导和多元文化支持 使他成为一个引领社会变革的力量 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名声 更在于他的行动和参与 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尽管布拉德·皮特在演艺生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且在人道主义、环保等领域表现出色 但他也并非没有遭遇批评与争议 布拉德·皮特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一直备受媒体关注 他与同样备受瞩目的女演员安吉丽娜、朱丽结婚 两人被誉为好莱坞金童玉女 然而 2016年 他们突然宣布离婚 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和争议 媒体对于他们的婚姻破裂原因 进行了大量报道 这对他们的声誉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布拉德·皮特有许多备受赞誉的作品 但他的一些影片也受到了负面评价 有些影片在票房和评论上都表现不佳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职业形象 例如 他在一些商业片中的演出受到了批评 认为他在选择角色时过于重视商业利益 影响了他的演技发挥 由于他的名人地位 布拉德·皮特的个人生活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媒体不时报道他的家庭 子女等私人信息 这对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了困扰 虽然他尽量保护自己的隐私 但这种侵犯依然存在 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成为神称地位 宝贝 可是